今天就到了清零的Talent Show 就是第二課 我很緊張 因為上課的東西 我這個星期一直練習 上課也練習 然後坐車也練習 睡覺也練習 睡覺已經不停聽到那首歌 我已經很想想 和Jacob那段 還沒排完 不過我有挑逗他 想看嗎? 11月12日過來看吧 現在已經是兩點了 我們剛剛才排完Talent Show 訓練而已 其實我覺得進度也OK 也OK 我會回去練多一點 我要努力努力努力 多一點練多一點 就很快就能拿到 希望我們決賽那一天 就有一個好的表現給大家看 好 今天來到第二課 我和Carmen跳的Solo那段譜 剛剛我就要練校隊 剛剛才在中文大學 趕路過來 希望Edmond Sir 就不要怪我 因為我最近都練了很久 希望待會 玩得開心 練得開心 今天又會學一些新恐怖 所以自己現在都很興奮 很想快點學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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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呢 就排了一輪 坐在那邊跳舞 其實自己的舞步就不多 只有幾天拍手 這些動作 但其實這些動作 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講求就是感情的投放 那內學剛剛呢 其實呢 那個感情投放 就是有一些挑逗的 一些感情的器物 那其實自己平時都可能 下課評 或者少一些 自己都是專注讀書 和做運動 所以這個方面 自己就不是那麼多經驗 但是Carmen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都希望 自己來更多練習 自己去感受一下這種感覺 自己去想像多一些 有更多的空間 然後 探索到這種感覺的時候 你都可以 保連你買我的partner Carmen 做得更加好 希望更加好看 所以我會繼續努力 好,大家 看他 再增進 DE GIRL 爛型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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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真的學過跳舞 對於舞蹈的技巧容易去捕捉到 所以令我很有信心 給很多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高難度動作給他嘗試 但是他有一點問題 就是可能他跳開中國舞 人比他直不掉 所以他的重心好像不夠實正 可能要改善一下這個步伐 好 接著又講Jacob 這個男孩子就真的手腳很不協調 跳出來的信心就不夠 另外可能他真的沒有跳過舞 很多事情他都做得不夠好 另外排舞方面好像慢了很多 因為都要遷就他的程度 希望他可以在沒有需要排練舞的日子 所以我希望他多點演習 希望下一堂他再有一個好的表演 令到我可以拍得快些 還有給我信心 可以在台上做得好些